原标题 最早知晓他们二人还是在上小学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酷爱听评书 正好有一部书是关于顺治地的 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讲述他们二人的爱情 虽然有演绎的成分 却还是听得我如痴如对 一代君王坐拥天下 三千粉黛却三千宠爱在一身 宁赴天下 忠不负你,无论是申许佛门 还是生死相随 哪种结局都足够沉眠翡策 让我等怀春少女激动不已 验羡不已 恨不得自己成为风华绝带的女主角 长大成人之后 看过了悲欢,经历了爱恨 也在凡尘俗世兜兜转转了几个圈 方才明白很多事情 只是看起来很美罢了 再看顺智帝与董厄飞 亦有了悲蜜之心 依董厄飞将难言女字 入了这个美丽聪慧的女孩 古代的女性地位低下 只有姓氏没有留下名字 董厄氏只是她的姓 在不同的电视剧中 她也有不同的名字 在我最早听到的评书中 她叫乌云珠 我很喜欢这个名字 就叫她乌云珠吧 展开全文很多人都梦想像乌云珠一样 有那样一个风采绝能的男子 对自己爱慕痴缠 明心刻骨 可是渐渐了解了乌云珠 才发现这个女孩真的是很优秀的 她绝对配得上年轻君王的爱情 乌云珠年幼时 随父亲恶硕生活在江南 江南言语 小乔流水 滋润了这个美丽聪慧的女孩 所以 她崇拜汉族文化 身上没有满猛女子的娇筋 只有江南女子的温婉 这一点 与同样推崇汉文化的福林顺之地 不谋而合 在当时都以江南为满意 汉人为奴仆的满猛上流社会中 他们二人算是异类 也是灵魂高度契合的一对 乌云珠外表温柔 内心宏大 她的书法很是了得 自由恢弘 狂放不羁 福林初见她的字 怎么也没想到 是出自规格女子之手 不仅如此 乌云珠精通精师子籍 诸子百家 福林就是从她那里 赤泥上了佛学 二顺至地狱懂恶飞 属于爱情 却不属于婚姻 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来 他们二人绝对是无双的伴侣 却不是合适的夫妻 他们属于爱情 却不属于婚姻 对于爱情 他们心意相通 清新相惜 都能从灵魂的高度读懂对方 也读懂世界 如此爱人 世间本就不可多得 得知我姓 不得我命 对于婚姻 顺之地身为大清入官后的第一位君主 身系江山 身许设计 她的婚姻事也只能是政治的产物 她的后宫也只能是朝廷力量的制衡 她只能宠 但不能爱 这也就注定了 她不能与自己的爱情共存 也注定了乌云珠的进攻 只能是一场悲剧 年轻既盛的君王却不这样想 可以僻逆天下 如何不能掌控自己的爱情 芙林排除万难 迎乌云珠入宫 她以十八岁年龄入宫 绝非选秀 我只能相信 是君王是以爱之名的掠夺 同所有陷入爱河中的男女一样 芙林认为爱就要相守相依 永不分离 却不管这相守 带给乌云珠多少的苦痛折磨 而也因为这份爱 乌云珠忍受了这苦痛 直至最后的解脱 这也正是我最敬佩乌云珠的地方 为了这份爱 她倾其所有 直至弥留 无论多么厌见 她得到的荣宠和地位 我都不能也不愿成为她 原因无她 她过得实在太过辛苦 而爱 并非生命的全部 可她却用尽了全部的生命去成全爱 三斗恶妃 一口气不来 何处安身立命乌云珠 以尴尬的身份进攻 又以火箭的速度 进封为皇贵妃 未同父后 人人侧目 成为后宫重使之地在所难免 她没有朋友 没有家人 只有威俄的宫墙 两颗的宫规 而清朝的后宫制度 也注定 她与弗林不能实时而并 思摩 她宽以待人 但言以律己 即便所有人都不喜欢她 她还是想和所有人搞好关系 她日日去给婆婆请安 却日日悲剧 即便如此 她对弗林多引导规劝 安慰排解 对自己的情绪委屈 只字不提 她拖着产后不久的身体 去给孝庄示己 一不解待照顾了一个月 也直接导致了她产后失调 青春早上 她做到了一个贤德的后妃 却没有做飘易如精灵的乌云珠 也许 在她心中 后卫荣宠 其实是不重要的 她看重的 不过是和弗林这生死相许的情分罢了 一口气不懒 何处安身立命 今日独来 依然恶案不已 伺候计 请选择可以滋养彼此 实现共赢的婚姻 今时今日 我们远离莫测宫围 远离黄泉争斗 只看到福林 看到乌云珠 看到一对从历史古道上走来的痴男怨女 他们的旷世之恋 与我们又能得到什么反思呢 爱情可遇不可求 在她未到之时 不 必东张西望 伤春悲休 努力提升自己 丰富自己 做更美好 更舒服的自己 你足够优秀 才有可能遇到足够优秀的爱情 与爱情 少一点得失计较之心 欲要许之 必先欲之 当我们资诸必较的时候 可能已经离爱情远矣 切以为 人这一辈子 还是要有一次飞蛾突火 奋不顾身的自我燃烧 这是我们年轻过 激情过 爱过的最好证明 也是我们来过这个世界的最好证明 人间值得 相对于爱情 婚姻更现实 更讲求实力之恒 所以 对于婚姻 请慎重选择 请选择可以滋养彼此 实现共赢的婚姻 愿你我 都能享受到轰轰烈烈的爱情 亦能在凡尘俗世 找到平平淡淡的婚姻归属 小编提示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 敬请转发和评论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